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迹小三通搞乌龙 为什么会惊动民进党 抚愿党 请朝打韩 国民党总统初选第一场 国政愿景发表会登场 参选人之一高雄市长韩国瑜 抛出了塞子说 韩国瑜今天再一次表达 他补充 他说塞子是要让大家去思考 是要当塞子还是要当棋子 因为他比方说美国就像水龙头 中国就像浴缸 但是没有塞子的话就不能泡澡 我自己想呢 所以那这个部分可以在我们前说一下 就是台湾处在中美贸易大战 整个全世界第一大强 跟第二大强的经济体状态之下 台湾如何面对现在跟未来 台湾人民要头脑非常聪明 一个就是两人在下象棋 我讲兵啊 竹啊 鞠马炮用完就丢了 台湾就变成一个棋子 还是一个人很疲惫 回家想泡一个热水澡 水龙头就像美国 啪啪啪啪啪 浴缸就像中国大陆 很大 可是他没有塞子 他就没办法泡澡 所以如果台湾人很聪明 把自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塞子 没有我就不行 所以我才举70年前 纳粹德国这么强大 不去攻击瑞士 日本皇军这么强大 不去攻击泰国 瑞士跟泰国的价值在哪里 重要性在哪里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台湾的价值在哪里 重要性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自己台湾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绝对不能当一个棋子 那太可怕了 但是我们可以当一个关键的塞子 大家都喜欢我 大家都需要我 我们有我们的价值 这叫棋子跟塞子 命运的选择 好不好 我自己想 好 另外是高雄市政府 今天去向电信警察报案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有人为了要取得韩国瑜 昨天晚上这个讲稿的内容 冒用了高雄轮船公司董事长 黄文才的名义 在社群媒体上 向市长室的副主任胡美英要讲稿 而且发现 利用这些什么社群网站 email 想要要韩国瑜讲稿的还不止一个人 高雄市政府的资安环境亮起了红灯 也让韩国瑜说这真的非常可怕 现在已经跟电信警察报案了 那警察同仁已经来 为我们来做笔录了 那这个事情是知识挺大的 怎么可以切入我们办公室人员的 这个email上面 这是很可怕的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一大早 我们市长办公室就直接跟警察报案 现在已经正在做笔录 我们希望警察 电信警察能够查一个水落石出 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昨天这一场国阵发表会 朱立伦说韩国瑜有点紧张 今天韩市长他亲自 他否认他有紧张的状况 我没有紧张 我觉得我没有紧张 我很自然的把心里的想法 跟准备的向全国民众来报告 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 也许会有一点点疲倦 但是我没有紧张 所以昨天聚訪是因为蛮累的吗 昨天后来没有聚訪 我一整天上班 然后下午照相就跟年轻的同学们 就照了830张 然后工作根本一步都没有停 然后一整天下来 当然会比较疲惫 休息不够 但是我没有紧张 我想朱立伦市长可能误会了 好 另外这个朱立伦呢 今天参加了金庸特战 他就用一些武侠人物 来形容几位党内外的对手 他说蔡英文总统以前文文静静的 但现在变成了女魔童 像周芷若 而韩国语口若玄和是伟小宝 他觉得郭董则是创业有成的天音教教主 以前觉得他比较文青一点 觉得现在好像变成 有点像做女魔头的感觉 周芷若 以前是个蛮善良 蛮文青的 现在比较像独裁者 韩市长 韦小宝吧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他蛮可爱的 然后口若玄和 很会讲话 伟小宝 郭台铁比较像天音教主 我觉得他像银二哥 就是也事业有成 创了教派 但是愿意出来牺牲 我觉得就是像天音教主吧 昨天就是各方过招 你觉得自己的武功怎么样 我昨天是平常心 但是我昨天也是去学武功 像韩市长 郭董 还有其他两位有很多 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你觉得刚刚有没有像你的 蛤蟆功一样有拿到90分呢 我觉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虽然我昨天开了一个玩笑说 韩市长有点紧张 这个总是朋友老朋友嘛 开他玩笑一下 那郭董呢 除了时间稍微短一点 他其实幕僚也准备得很认真 我昨天其实并没有 像这个韩董 不是郭董 我看他准备了很多的资料 包括我Cue他那一题就说 我看他一直在翻那一题 我就说那我干脆问你好了 你这个大陆事业的事情 你就可以对大家说明一下 而且我先讲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蔡总统 隔空互相喊话 蔡英文日前呼吁柯文哲 要专心试政 柯文哲今天出席 里长座谈会的时候回应说 我现在就在专心试政 才会希望双子星赶快解决 拖了五个月都不处理 难道要我到总统的官邸 亲自拜访吗 我就是专心试政 才叫他双子星赶快解决 可是他昨天也有说 有什么叫中央帮忙的 叫你赶快去讲 我都已经在媒体上跟你讲 这么清楚还去哪里讲 还去官邸跟你拜访 双子星拖五个月了 拜托你是要拖在一起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是因为 想要跟你合作 他现在才这样子讲 讲说赶快去找他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透过雅虎新闻 都可以联络对不对 还需要去官邸拜访你 我现在就告诉你 双子星拖太久 拖五个月了 好 对于柯文哲喊话 双子星案拖了五个月 要蔡英文政府赶快处理 蔡总统说这是个案 总统不会去干预 那刚刚柯文哲也说 难不成要去官邸拜访吗 蔡总统就回家 说在这个投资上面 本来就有完整的制度 还有各层级的人来做决定 找总统没什么用 这件事你找总统是没什么用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长荣的前空服员 也力挺悬面争权益 有一位郑小姐 她20年前做完空服员培训 她决定要离职 虽然长荣也是依照合约跟她索赔 不过其中的细项 居然还不错 包括她在训练中心用的电费 洗了几次的衣服 甚至还有制服一起配备的丝袜 都要赔 最后透过律师协商只赔了12万 她也透露一直以来 长荣的企业文化 就是比较威权保守 现在经营珠宝业的郑小姐 20年前做完长荣空服员培训离职 依照合约被求偿 但赔偿细项让她看傻眼 她可以精准的去算出说 你总共使用哪一间教室 你使用了几次在这里上课 那可能电费 你可能要摊提多少钱 过去连计上实习的机票 训练中心餐费 洗过几次衣服 公发的丝袜 用掉几双都算在内 透过律师和解 赔偿押到12万 离职20年也要力挺学妹罢工 希望让她们和长荣有对话机会 她势必一定要做到管理 那她采取的管理方式就是威权管理 以往连请假都很困难 20年后有牢基法 现役空服人透露 有些规定 例如请病假变得宽松 不过文化依旧保守 加上这次面对罢工 资方仍然对 淨搭便车等条款不退缩 连这名网红博恩 都拍摄搞笑版的 机上安全宣导影片讽刺 基于同工同酬的原则 没有参与罢工的人员 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的福利 禁止带劳全意识上机 如果罢工会被丢出机场之外 搭乘时为了飞行的安全 请勿携带违禁物品 比如独立思考 团结意识 或者抗争的勇气 不过根据网络民调显示 这次罢工支持率落在接近两成 反倒反对的超过五成 恐怕和工会第一项诉求 不是工作环境劳累 而是提高日支费 禁搭便车条款 外界无法理解有关 因为航班被罢工取消 超红值补偿250美金 还有人在公共政策平台提案 要求修法工会和成员 要赔偿罢工损失 但实际上 实际院消保处之前 就已经指出 罢工不是不可抗力因素 航空公司应该补偿 勞制双方也要早点重回协商 否则社会的反弹声浪 恐怕持续扩大 TVB的新闻 許光恒 叶伟成 西北市报导 好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 鸿海集团的前董事长郭台铭 今天是到佛光山及佛陀纪念馆 来这边访问 会后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 似乎有点动怒了 他指着某家电视台的记者的提问 他对这个记者说 你的说 郭董先生的愤怒 他痛批这个记者 一个受国台办管制的媒体 是没有资格问他问题的 郭董先生说 不认为大陆的危险 这句话目前还算数吗 对 好 对不起 好 谢谢 住室 住室 后面有住室 住室 住室 真的不会大陆威胁 谁怕谁 这句话现在还算数吗 你去叫国台办 下个指令 给你们老板再说 少来问这种问你 我们来上车 我们来上车 一个受国台办管制的媒体 没有资格问我 好冷心 郭董不要动怒 我们先上车 顾问你自己的良心 你是为中华民款 还是为国台办 好 先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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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国台办的打手 狗狗 小心... 你这个薪水 良心良心 好 谢谢... 来 师傅上车 不要领那个不良不安的薪水 董事长 好 谢谢... 我们小心找 等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移动了 来 小心找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